Fact No.2 Darty Per Swift GTO Ka Boach Ek Arrapten Se Zada Hai 但是呢 他们都已经实现了一个变现 赚取了一个美金收益 这里好奇的朋友可能会问 为什么呢 他的视频看起来如此的简单 因为YouTube的短视频 大家都知道 你只需要获取到 一千万的公开观看量 就可以变现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频道 在过去的三十天 他达到了一个七百万的观看 那三个月 一千万的观看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他实现了一个收益 同时其实里面也可以通过这种方法 实现一个变现 但是老实说 如果说你要做一个长视频 这里可以看到 过去的过去一年的时间 要达到四千小时的一个观看时长 有一千的订阅者 那么一千的订阅者呢 我们是可以很快的实现 但是四千个小时的时长呢 确实是一个挑战 但是在这之前呢 我们可以先制作一个Source短视频 这个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不管别人怎么说 那这个呢有的人说长视频好 有的人说短视频好 但是呢不管别人怎么说 这里呢我告诉你啊 做短视频也是一个正确的一个选择道路 现在呢我们来看看这个频道 那他现在来做一个Source短视频 那并且已经实现了一个变现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他月入一千美金 那还有这样一个频道 可以看一下他的一个收益呢 已经上万美金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只要我们从现在开始 只要你努力的话相信你也能在短视频 实现一个变现 很多人说那挣钱真的有这么容易吗 啊说实话挣钱没有那么容易 天底下呢没有一个白吃的午餐 但是啊这里我要告诉你 比起以前 而现在呢有了一个AI工具的一个大力帮助 啊比如说一个XGPT 一个Invidio 等等这些工具的一些大力帮助 现在呢在2024年做短视频呢 有了一个AI的扶持有了一个AI的大力帮助 做视频呢真的不再是难事 啊在这之前首先呢 我们要忘了XGPT啊 忘了Invidio 忘了剪映 因为今天呢我们有一个集一切于一生的工具 那么它呢就叫做Freak AI 你只要在谷歌上搜索Freak AI 那这里跳出来的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链接 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点进去 这是一款非常好用的工具啊 它有很多不错的功能 而且速度比较快 对于初学者特别的友好 这里很多朋友呢会好奇它的一个价格 在视频的后面呢 我会告诉大家它的一个定价 你会发现它并不贵 但是在这之前呢 我们不要去考虑一个价格的问题 我们还是回到先看看这个频道 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频道 那还有这个频道 这个叫LitterLens的频道 我们可以看到它过去30天的一个播放量 是700万 并且呢它的收益是3万 那它呢只发布一个 40短视频 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播放量最高的一个视频呢 达到了1000多万 那接着往后呢 还有1300万 还有1200万 还有1100万 还有900多万 这里还有800多万 700多万 600多万 500多万 那还有这个频道 它做的也是一个短视频 可以看到最高的播放达到700多万 600多万 500多万 那么我们可以点开它的一个热门视频看一下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频道呢 它用的是一个印第语 那如果说它做的是一个英语 它的收益是不是会更多了 英语是全世界都通行的一个语言 观看的人会不会更多 别着急 那我们呢就可以来制作一个这样的频道 你可以做一个啊 甚至做几个这样的频道 你的语言可以选择一个英语 那接下来呢 小鱼儿就带大家来用一款工具 完成这样一个短视频 哈喽大家好 欢迎新的朋友来到小鱼儿AI技术学堂 那如果说你也想用 用一个AI来实行一个变现的话 那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那接下来呢 小鱼儿就带大家一起来见证一个奇迹啊 用一款工具做出这样的一个短视频 那首先呢 我们打开一个freaky AI 如果说你还没有注册freaky AI 这里呢 我会把链接放在描述栏 我简单介绍一下freaky AI 非常的神奇 它集合了所有的AI工具为一生 比如说一个语音课楼 一个音乐 一个文本转视频 还有一些所有的素材 那么你做视频需要的 那么这个freaky AI里面呢 它几乎都有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数百万的一个素材资源 可以满足你的所有创意 那有75种语言 接下来呢 你可以打开描述栏的链接呢 跟着小鱼儿一起思操 那我们一起来见证奇迹 首先呢 我们需要登录一下 点击这个登录按钮 那登录好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来到这个页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工作台 工作界面 要正式开始工作 我们点击这个红色的按钮 这里你可以选择做视频 可以选择做音乐 我们选择视频 我就简单取名叫有趣的动物 语言呢 大家可以自行选择 你可以选择适合你国家的一个语言 这里面可以点开看一下 有很多语言 可以供大家选择 那建议呢 大家呢 如果要开通一个频道 你可以选择做英语频道 这样的受众群体会更广 那这里呢 选择一个方言 这里调整一个比例 这个Source短视频的比例是9比16 我们点击下一步 不得不说 Freak AI它真的非常的棒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各种生成视频的一个方法 你直接给它一个想法 给它一个提示 它可以帮你变成视频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你可以把你的脚本编辑到里面呢 让它帮你变成视频 你还可以把博客文章转成一个视频 那这里PPT转视频 这里推文转视频 这里还可以将产品变成一个视频 那它真的可以满足大多数做视频的一个朋友 你做的是电子商务 你都可以用它 接下来呢 我们就直接给它一个想法 那这里呢 我就直接给它一个想法 我的想法是关于三个骆驼的事实 选择一个语调 比如说像讲神话 或者金融 通用历史 历志 神秘 自然 我这里就选一个自然 那么这里时长呢 选择一分钟 那如果说你想要更多的一个时长呢 你就需要升级你的一个计划 那这里你看 你是需要挑选视频呢 或者是图片作为一个场景 那我们就选视频作为一个场景 我们可以挑选一个风格 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呢 有很多种风格 你可以选择一个3D模型 日本动画 漫画 数字艺术 等等 那它默认的一个呢 是电影默认 那我们就选这个 接下来就点击下一步 那可以到这一步呢 小游简单说一下 看看我是不是只给了它一个提示 那么我没有进行其他的任何操作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 可以看到它正在快速的帮我们创建一个视频 OK 可以看到视频已经生成了 那么这里你可以看到FREAK AI这个强大的AI工具 你可以轻松的就将一个简单的想法 就直接给你转化成一个引人入胜的一个短视频 可以看到视频已经完成了 那可以看到在FREAK AI这个里面呢 这些所有的元素设置呢都变得非常的简单和直观 它的屏幕也非常的简单 一个左中右三个屏幕 所有的一些功能我们都可以在里面找到 并且进行修改 那么你不需要具备一个专业的视频编辑技能 只需要通过一个简单的操作呢 就能快速的完成一个视频的制作 那接下来呢我就简单的讲一下这里如何更改 那如果说你想了解更多关于FREAK AI的一个使用教程 那你可以看我的这一期视频 那我会把链接放在右上角和描述栏 大家可以更深入地去学习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一个文本描述 还有一个视频 那这里呢还有一个解说源 那这里呢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它 一致性生成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呢就是它自动生成的效果 如果不满意的话 那你还可以自己进行更改 比如说这里一个图片 那我们点击这个图像 点这个按钮 可以看到第一个选择是视频 第二个是图片 第三个是一个动图 那我们选第一个视频 这里我想替换一下 那我就选择一个视频来进行替换 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呢 它有付费的有免费的 那这种呢它就是付费的 也要解锁一下 当然我们现在不需要付费 我们就用免费的就好 如果说这里你没有找到满意的 那你可以在这里搜索一个骆驼 可以用中文也可以用英文 Flick就是比较的人性化 你可以用中文也可以用英文来搜索 我们点击这个搜索 它显示要更长的提示词 这我们再来输入一个英文 那事实证明呢 用英文来搜索呢会更加的准确 这里我们点一下 它就已经把我们的场景给替换了 可以看到场景已经替换了 如果说你觉得它的一个场景显示的太久 你还可以给它进行一个拆分 比如说在这里我们可以添加新场景 添加空白场景 那这我们可以把这个提示词呢 给它剪短一点 把它粘贴到这里来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在这里来再添加一个场景 点击搜索 这里你可以再点一下 那这样它的场景画面就更加的丰富了 如果这个声音你不喜欢 那你这里还可以进行替换 那可以看到Flicky 里面它提供各种语言 这里哪个国家的你都可以选 男性女性也可以选 这里面的声音呢 非常的丰富 你选择一个你喜欢的 那进行解说就可以了 这里面呢 它也是存在一个付费 和一个免费的 你可以 那么你可以选择一个免费的 点击试用所有的一个场景 保存 这里它就成功地给你替换了一个解说源 当然这里一个音乐 如果你不满意 那么你还可以替换音乐 这里面呢 它也有提供非常多的一个音乐 但是个人建议呢 大家也可以用自己的AI工具 来生成一些音乐 比如说一个Muber特呀 包括这里面还有一些特效 如果要自己上传音乐的话 就点这个按钮 这里面你可以选择文件 进行一个上传 那一旦我们所有的都已经调解完成了 那我们就可以预览你的视频 那视频看起来是不是还不错呢 那么满意之后呢 你直接点击这个download的按钮下载 直接点击发布到你的一个YouTube频道 就可以了 现在你已经知道了 如何使用一个freaky 来从一个简单的想法 然后创建到一个完整的视频 那这个工具呢 简化了做视频制作的一个过程 使我们的一个普通人呢 现在都可以轻松的创作一个视频 那无论是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短片 还是一个长达十分钟的一个视频 那么都可以 重要的是呢 那随着你的一个内容的积累 和观众的一个增长 那么你可以考虑到 创作更长的一个视频 可以帮助你的YouTube上 实现收益的一个最大化 那么当你的频道产生收益的时候 你会发现投资freaky的一个高级功能呢 它也是值得的 因为到那个时候呢 你的视频制作需求呢 可能会增加 需要更多专业的编辑功能 来吸引和保持观众的一个注意力 而freaky提供的工具和功能呢 都是为了帮助你在竞争激烈的一个YouTuber环境中呢 脱颖而出 让我们做视频变得更加的容易 赚取更多的一个收益 因为freaky呢 它给你提供了一个足够的资源呢 帮助你通过短视频 可以实现一个变现 那么当你赚了钱的时候呢 那你就可以考虑 你可以考虑一个高级计划 再进行一个投资 制作出了更好的一个视频 它里面的功能呢 真的非常的多 那就比如说一个图片 那么你不买 它里面的库存不够 或者说你觉得没有适合你的一个图片 或者视频 那你可以点击这一个 可以 你还可以使用一个AI艺术 这里只需要给它一个提示 那么这个呢 小游之前是没有讲过的 我们可以利用它里面的本地素材 那你还可以用AI来帮你生成一个图片 你这里只需要给它一个提示 同样呢 这里选择一个智能图像 点击生成就可以了 那这里呢 可以说freaky AI呢 它把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工具都集中在一个地方 你不需要使用多个工具 来制作一个视频 比如说我要去找一个素材 比如说我要去找一个文本 甚至你都可以不用 恰了GPT来帮你准备一些想法 那么你都可以直接通过一个谷歌来搜索 关于有趣动物的一些事实 那你会得到很多的想法 可以看到这下面 16个你不知道 关于动物的恋人难以置信的事实 10个恋人惊奇的事实是什么 36个可能让你惊讶随机动物事实 世界上最可爱的20种动物 那这里就可以搜出来一大把的想法 你随便一个粘贴呢 就可以直接帮你生成一个视频 那我说的这个想法非常的重要 因为你需要一个想法 我们不需要素材 也不需要文案 我们仅仅只需要一个想法 那刚才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想法 就是其中的一个方法 你只需要根据一个谷歌来搜索一个有趣的动物 或者说几个动物怎么样 有趣的事实 或者说不为人知的一些事实 你就能得到很多的想法 那这里是一个动物 这里是陆地上的动物 你还可以搜索一个海里的动物 你还可以搜索一些罕见的动物 等等 简单的给它一个提示语 那么谷歌就能搜出来一大把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想法 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棒呢 这里除了谷歌搜索 很多朋友说那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当然有了 这里呢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第二种 获取一些想法的一个方法 这里回到我们YouTuber的首页 那我们在这里输入一个动物事实 点击搜索 奇迹就会出现了 你可以看一看 其他人 他们呢 都做了什么视频 都用了什么想法 那关于动物的这里有很多 这里还可以往后看 还可以往后看 非常多的一些想法 那很多人说 那我做出来的视频 那不就跟他们一样了吗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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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悠儿告诉你 那么你不必完全复制相同的视频 我们并不需要去复制它的一个视频 我们只是需要一个想法 那这里呢 搜索这个词语 那你会得到很多的想法 得到很多关于标题的一个想法 那么我们只需要一个想法呢 利用一个freaky 帮我们制作成视频 我们不会去复刻它的内容 我们不是要跟它做一模一样的视频 因为我们只是在这里取了 用了一个想法 取了一个标题 简单举例 这里呢 我把这个想法复制一下 打开一个freaky 我们把这个标题呢 输入到freaky里面 那它就会帮我们创作一个原创视频 绝对不可能是相同的内容 那么内容肯定都是不一样的 每一次 你给它同一个想法 它都可以帮你生成不同的视频出来 因为呢 它是不可能生成相同的视频 这个也是被禁止的 所以内容相同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你的每一个视频呢 它都是原创视频 而我们呢 只是用了其他人 正在做的一个想法 所以这里真的 做视频就变得非常的简单了 因为你不 你不需要去做任何新东西 你只需要 复制模仿其他人的一个成功 比如说像这样 一千多万的视频 那我们可以用它的一个想法 这个五千多万的一个视频 我也可以用它的一个想法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类似 那一个视频之所以火呢 它的标题呢 是相关重要的 它的一个想法也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如果说你的一个视频 能够达到非常大的一个观看量 那我们需要做的呢 就是订阅一个适合你的计划 我们只有开始呢 才有一个成功的机会 那么我们只是在这里 看等 看着别人的视频活起来 那跟你呢 都没有一点点的关系 是不是 接下来呢 大家要去思操 要去行动 有了这样一款工具的话 做视频 你不需要非常的辛苦 你只是需要静下来呢 进行研究呢 去制作这些视频 寻找一些标题和想法 那么这一切可能对你来说呢 都会有奇迹发生 就从现在开始坚持 三个月 六个月 那你也会拥有一个全新的频道 那么你也有可能跟他们一样优秀 也会进行一个视频变现 这个可能是一次机会 那这一切呢 都取决于你自己 别人可以成功 那么我们为何不试试呢 心动不如行动 朋友们赶紧去开启你的新频道吧 那今天的小鱼儿视频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小鱼儿 记得订阅 点赞 分享我的频道 那你还可以观看小鱼儿的其他视频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